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欣赏上宋元小品里面 讲讲他们的创作意念跟它的构图 然后讲讲我的作品的创作过程 再示范一下给同学们看 大家上面请看 这张提款是梁凯的小品 它在这张画里面用笔不多 但是里面把这个秋天 这种悲凉的景象 两个鸟在悲鸣的那种气氛 完完全全表达出来了 这是在美院教学里面 讲构图特别重要的一张画 这张画里面 画家用了最小的笔墨 把画面分割成很多 很丰富不同的空间 这个在构图课里面是需要练习的 就是说你怎么用几笔 把这个构图的空白 大小面积分割 它里面还含有你画家的一种意味在里面 一种要表达的情感的东西在里面 要表达的那种境界在里面 在这张画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 非常的到位 所以它成为一张非常经典的作品 你看看这个枯了柳树的盖 出来一个枝条 一直冲到顶 然后扶过来 转下来 然后建立一个不等边的三角 破这个弧形 这个弧形就不呆板了 它就在对称里面 找不对向的美 就靠这两笔的小枝条的穿插 把它就分割开了 就是说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 这个空间在里面 扶下来 这三个柳枝条 恰好跟这个小鸟的翅膀 刚好将到还没到这种感觉 就这个小鸟它整个的飞翔来说 它就感觉有了一个预靠也行 有了一个对比的 静的跟动的也行 反正来说 它这个柳枝的这个飘动 就显得这个鸟飞起来了 在这里 这两个小鸟在画面上是作为一个点 在这里还有一个傍晚的太阳 这个来说也是作为一个虚的点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小鸟的这个点 跟这个鸟的点 这个来说 呼应到这个鸟身上 这个往上飞 这种往上飞的意味就跟这个主干 这个往上皱垂上来 这个动态形成一个协调 然后这个形成一个对比 扑印 然后来说 这两笔是把这个很孤单的这个书干 让它活起来了 这几笔很重要 很灵活的把它活起来 另外一个告诉别人 这个书干柳枝 在外面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来说 在这些小的构图 小的笔墨 笔墨不多的 这些画里面 慢慢地去品味 里面的分割 每个空间面积的大小 里面给你的一种美感 这些看多了 研究多了 在你的画里面 拒绝不拒绝 它就会表露出来 看看上面这一张 今天跟大家讲的 都是这些宋元小品里面 在构图上 是独障巨星的 这个里面 都是经过反复推敲 而且又是大自然里面 常见到的一种景象 它画家里面 用最小的笔墨 把它活灵活现表达出来 它这里面看 这一个应该是拧头羊吧 是吧 它看着几个小羊羔 在里面稀烙 在玩耍 在打烙 里面这种活灵活现 大自然里面的一些景象 在这张小画里面 充分地表露出来 而让人感觉到 这里面的空间能量很大 画家的松怀很博大 说来说 第一个画家 作人要实实在在 要有一种正气 这种博大跟正气 在画面里面 慢慢它就会表达出来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这个山坡 这个山坡来说 在这里 奥上来一块 让这个弧形 跟这个公羊的这个弧形 取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然后来说 在一个协波上来 这个协波就把这三个小羊 整个动态 作为一个对比 就是说 这山坡的半截 天空的半截 把这个动态最强烈的 小羊的动态 全部做一个对比 整个就显得这个小羊在动 这个动得非常的优美 好看 而且来说 这个平面的画面 一瞬间的处理 显得它动 这是需要非常高明的技巧 跟构式 跟它的造型能力 方方面面的修养 都要在里面体现出来 这里 落笔不多 但是整张画的境界 感觉 情趣 精彩的东西 都非常的到位 这是体现了这个画家 这个整个创造的意念 施杀 还有它整个构图的能力 它建立一棵老的树 这几个小的枝条 再建立 起到一个 告诉你 后面还有很多树林 还有很多东西 在里面 这两个不起眼的小鸟 在建立 起到一个 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安详 很和谐 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里面出现的 这个动态 他们是在戏闹 在玩耍 在打闹 因为这两个小鸟 一点都没惊动他们 他们还是在 那么悠闲的 在那里 所以来说 这个配角 在画面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创作这张画的整个意念 构式构图的整个过程 是源于带学生去南方写生 南方的这个非洲芙蓉花 它已经开了凋谢了 很多学生说 哎呀来的不是时候 怎么花都凋谢了 也许是我的阅历的关系 也许是我的年龄的关系 我看到 它 这个垂上来 这个已经 干枯的 这个花头 特别的激动 它有一种非常美的 一种形式的美感 而且告诉我 这个花 是曾经经过 青春 经过美丽 现在已经到老了 但是它依然 给我的感觉是美丽的 就好像我小时候 看到一些 很有名的演员 当时他们影的青春剧 当时让我感觉 他们非常漂亮 来到北京以后 在阳明大会堂 看到他们 那些老艺术家的 演出 唱歌 他们已经老了 已经到了七八十岁了 但是在台上 那个风韵 又是另外一个美丽 一种美丽 它这种美丽 是经过 沧桑 经过很多岁月的磨练 但是那个 感觉 那种修养 更高 更美 这种美 这种美 是 内在的美 所以来说 在 这个非洲 福庸 当时来说 我一看 就非常激动 然后来说 就在里面 写生 画了十多天 又拍了很多资料 回去 就是 这些构图 都是在当场 反反复复 在里面 勾的小构图 因为在当场 勾的小构图里面 它有一种鲜活的 感觉在里面 而且带有画家 当时的这种激情 在里面 它记录了当时的激情 所以来说 在当场勾小构图 是非常重要的 在创作的过程中 而 这些 已经凋谢的花头 跟这些 已经经历过 风雨沧桑的 这些 叶纸 是非常吻合 也非常有意味 它里面这些点 这些沧桑的点 看上去 是非常的美 这种美 不是青春的美 而是 经历了沧桑 经历了风雨 以后 内涵很深的 一种美 这种美 也让我非常激动 这些 小鹅 来说 是非常可爱的 活泼的 这些新的 小生命 在这张画里面 就是用这种小生命 跟这些 已经是 凋谢了的 花 做一种 对比 这种生命上的 一种对比 而且来说 它这里面 有很多东西 要掉下来 要掉下来的时候 这些 小鹅 在里面 寻寻觅觅的 寻找它们 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张画的 意味 跟它的境界 构思了很久 起的题目叫 寻寻觅觅 这个寻觅觅 来说 人生 也一直是在寻寻觅觅 这个 小的生命 也在寻寻觅觅 人生来说 一直是找 自己的 该走的路 在表现的过程中来说 这个 花头 用了 这个 撞水撞粉的方法 以后还要讲 这个撞水撞粉 这个叶子 主要就是靠分眼 这些小点 有些是点上去的 有些也轻轻的 用了一点水 用了一点颜色 撞上去 让这个表现的方法 跟这个花头 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所以这家画里面 在构式 利益 然后来说 在构图的穿插里面 都是经过 方方面面 很多的构思 考察 然后来说 里面的 反复的提炼 让大自然的 自然美 升华为 真正的艺术美 刚才讲了 经典作品的形象 跟我的画的创作过程 现在来说 把这个小鸟的画法 画给大家看看 画鸟 首先是要画嘴 这个嘴的用笔 第一笔 先去重 然后轻 然后轻 重 然后轻 重轻 这三个用笔 是要考究的 它本身就三笔 它就形成一种美感在里面 要画眼睛 要画眼睛 然后轻 人或羽毛的感觉画出来 你们看的时候 看我画的时候 根据这个结构 画的细线 而且在钩的过程中 要注意里面的 待会要画的羽毛比较淡的地方 就用淡的末来去勾 勾这些小羽毛的时候要注意 就是说一个就是它里面的结构 另外一个它的生长的规律 然后里面的艺术的处理 里面的美感 就把它的整个结构 跟里面要表达的 那个羽毛的那种触感 就要表现出来 再次一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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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